DX 每个道具的尺寸是一样 这个是吗? 我们再去DV 最后一节 这么快手? 开始我也不知道 玩具TV 第十九几季 第八集 好像第九 到时回看 今次玩什么呢? 今次玩超人 哇 正啊 云术限定是吗? 但我告诉你 其实我做了这么久的人 其实我一直都不看超人 是吗? 那有什么事? 超人设 公司有某位同事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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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是隊員,是黑龍的 因為超人的特色是只有五個人都演戲 好,再說一把,貝里亞黃昏 幻界魔劍,是一把非常有性格的劍 基本上是一個角色 沒錯,看到盒子 有這個套,它的名字挺長 Delta High Cloud 因為現在印象中未做到這個Delta High Cloud 我暫時叫做第二塔天爪 這個也算是Z的最強型態 也挺漂亮的 而且我真的在等它出SHF 應該是差它 我猜貝里亞黃昏是否會跟它呢 九成吧 或者可能到其時又在其他角色 不知,沒有人猜到 你根本沒有猜到 這把東西和之前推出的DX有何分別呢 今次推出這個 就是會 無論是造型 這是新規造型 看見面罩更加巴尿 亦改了磨砂眼面成型的規格 沒有螺絲洞 而燃燈的顏色也有些不同 另外我也想說 初初說DX 就是喪逸小朋友玩 其實比例 這邊 根本 都是正式道具尺寸 你看看 譬如姚輝 握著貝里亞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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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和劇中是一模一樣的 而這次的版本 收錄了總共70個台詞 也有收藏 主角姚輝 和隊長內的一些對話都有 70個是怎樣 全部都很隨便 基本上是短按這個 可以說很多對話 你見到他本身的眼睛是斬的 而對比起超人玩具的發聲系統 算是清晰 最重要是一按 聲音會射回自己 對比起變身器 這個級別是高級一段 我聽過變身器的聲音有些差 反而最精彩的台詞就是 你拿了腦子之後 你想做些什麼 想做些什麼 有必殺劍模式 好像是長按 很有個性的配音 好 聽到這些準備的聲音 就要按這個 如果你看著這套戲來玩 或者是FF來玩 都非常興奮 有錯 請跟請 是否第十五集是初至出場 這個詳細真的忘記了 那集數真的要看影片才知道 貝利亞王昏是一個非常有性格的武器 沒有記錯的話 那時是 是被吸入了 因為本身有一個宇宙之縫 或是宇宙之針的特性 將貝利亞的恩子 融合成為了這把貝利亞王昏 這個按鈕是平常是斬擊劍的聲音 當然你可以繼續試試 云七十個按鈕的聲音 另外一個模式 是可以跟它聊天的 就是關機之後 按著這個按鈕來開機 這個按鈕來開機 這裏有一個咪 他應該會收到音 可能會說話 但我不懂日文 我會說話 就不懂日文 不知道說話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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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可以演霸了很多不同的聲音 那你就可以慢慢試了 當然你懂日文的樂趣就會更加多了 我也是喜歡玩蝶豬多些 不過最初挺害怕大致服 那時候他受了D4爆了 托賴是因為有貝里亞的因子 所以可以重生和融合 然後再跟Z繼續銀河闖蕩 最後給德哥用完這個絕招 按上鈴鐺 太好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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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對付你有意外 這類型的人頭型兵器 你也知道BANDAI也有很多 我覺得拉彈 最近超人都出賣這些 初試看我覺得很容易 但當時又覺得很容易 這類型的人不讓你握就插在地上 你又拔不動 好幸好他本身說是貝里亞 你沒有貝里亞的記憶 所以純粹是一個 結傲不群的兵器 真的有趣 不要這麼快 我還在說 因為說到沒有跌 說到沒有跌 很長氣 今晚玩了這麼多 其實現在要繼續想辦法 入手這把貝里亞王 還有機會 這個應該是雲限 不知道坊間流亡 可能有興趣就追回 好今集結束 我們下個星期見 拜拜 好像說星期五 我們有… 是否月尾呢 有直播 下個星期五 什麼時候 下星期五 二十抽 哦 在旺角 我們會喝多兩罐可樂 開一下新車 我們星期五 上週十一點左右 會有另一場直播 只要是甚麼呢 我們去旺角見 沒錯 給你電話再次 11點 早上11點 拜拜 繼續直播收拾東西 你幾點了 收拾東西 好,收拾一半